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允许越南燕窝通过官方渠道进入该市场 这对农民和企业来说是个好信息 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 越南燕窝的质量更优越 单价价格上也具有竞争力 最子 燕窝房 燕窝加工企业 出口企业等16条规定 涉及包装 标志 检疫和疾病检测要求 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该议定书将于2022年底上效 是越南燕窝官方出口到该市场的第一步 该议定书的期限为5年 如果没有违反 每5年自动更新一次 区同内社会保险局统计 截至2023年2月28日 全省参加社会保险 健康保险和事业保险的总人数 超过280万人 其中健康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90亿的人口覆盖率 增加社会保险的人数 占劳动力的50.4% 总收入超过35830亿越南顿 社会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的结算 和致富始终确保 及时合符合规定 会每一次超过30万2000人 致富养老金和解决社会保险和事业保险福利 总额超过1850亿越南顿 前两个月 带8家企业进行检查 经检查发现和处理 各单位已经偿债务143亿多顿 发布第01号处罚决定 罚款金额超过5000万越南顿 幸福县文体中心 与相交续培训部合作 取行了2023年年轻的田津锦标赛 吸引了近300名11至16岁的运动员参加 他们是来自全市内各地的小学生 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 运动员们比赛的项目有 跑200米800米原地跳远 跳高和男女跳远 其中11到12岁年龄段的比赛内容为 跑步200米800米原地跳远跳远 13到14岁年龄段的比赛内容为 跑步200米800米跳高和跳远 15到16岁年龄段的比赛内容为 跑步200米800米跳高和跳远 比赛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益健康的游乐场 有助于他们相互交流和学习 建立集体团结精神 意恋精神和追求卓越学习的动力 这也是继续推动和发展全区学校体育运动 同时保持和推动全民相互扑破的伟大榜养 努力锻炼身体运动的活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虞正今天警告说 朝鲜准备以反制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活动 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当这两个国家准备举行联合演习 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援引 英语章的话说 该国将把美国连接朝鲜导弹的任何努力 视为明确宣战 此外朝鲜正在监视美国和韩国的军事动向 随时准备随时采取适当 迅速和压倒性的行动 首尔和华盛顿在3月5日进行了 有B-52轰炸机参加的联合轰讯演习 并于3月5日在下周进行了持续 10多天的自由护盾大规模演习 托其反对党领导人凯穆尔·奇利科·达洛格鲁 已被任命为在5月的总统 选举中挑战总统雷杰普、塔尔普、阿尔多安的人选 该国第二大党的领导人 旨在在预计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击败总统 该党表示在许多人认为 是共和国十百年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后 他将推翻阿尔多安灾经济、公民身份和外交事物方面的许多政策 土耳其反对派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成功夺取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后 合作更加密切 库尔德人民表示 可以支持吉利克达洛格 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已经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会